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是第八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了 开发主图的功能 开发主图的功能 好 这个主图的功能呢 这个照片显示很容易啊 关键还有就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三级缓存的讲解 因为图片呢 往往信息比较大 比较大 先把这个保存一下 这是第八阶段了 最后一个阶段 看法 那现在呢 我们去找一下 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主图的页面 那个白纸的语言给它弄出来了 你只要在白纸上就把这个东西给它加进去就行了 这个咱们找到这个新闻中心里的 咱们找到这个主图的 你只要把TestView换成什么就可以了 换成这个List或者GradView的时候就行了 是不是 一个ListView或者GradView 那现在呢 我去设计一下这个布局 好 实际上我们再来试试这个建议的构计论 用一个layout 好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主图里的功能 好 新闻中心里的主图的功能 好 新闻中心里的主图的功能 然后呢 就是photo的主图的功能 好 主图的功能用力量作为一个布局 然后在这个布局里面呢 我们要有两个组件 是吧 两个组件 那两个组件的话 线性布局也可以做 你放两个组件 一个显示一个影像相当于什么呢 就显示一个组件了 是吧 好 你也可以用什么呢 相对布局 真布局都可以啊 都可以 好 那我们用什么呢 就用这个线性布局吧 就用线性布局 然后呢 咱们这里有两个组件 一个是ListView 然后宽度呢 填充副窗体 高度呢 填充副窗体 填充副窗体 然后呢 给它拿个ID 给它拿个ID 好 这个ID呢 叫做LV 然后呢 这是New Center 新闻中心里的主图 好 就是Foto 就是总图组件 好 这个组件里面 其实就两个 好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GridView GridView 当然也是填充副窗体 GridView GridView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效果 明显一看 这是ListView GridView因为是没有空间了吧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可以给它设成什么呢 Visability V杠 V杠的话是相当于它不存在了 不存在显示的 是不是就是GridView了 GridView呢 这个看不出效果 是不是 看不出效果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拿个列 就是Colum的 列的宽度 就Number Colum 好 我给它弄两个列 是不是这种效果 好 我ListView也可以这样做 我把它引起来 是不是相当于它不存在了 记录这是Gun 可不是Invalive 如果Invalive的话 这个是不是还看不到 是不是 所以说这就是它俩的区别 所以用ListView 这样也可以去做 好 那这两个的话 我默认的情况下 都给它拿个Gun 因为在代码来控制 是不是 安卓 这个就是Visability 好 默认的情况下 我都给它那个杠 默认的情况下 默认的情况下 都给它一个杠 一点击是不是都没有了 相当于这个固件里面没有组件了 好 那现在我把这个组件呢 在那个做图里面去做一下 好 在这里面首先呢 我把这个改一下 Invalive Invalive 在Invalive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它做什么呢 做布局 是吧 做布局 这个布局呢 首先我取到这个布局 就是 主图的根部局 就是Photos的root Photos的 然后呢 Vio点Inflat 上下文 meactivity 这个是 R点layout 点 这个叫做新闻中心里的主图 点 NewCenter里的Photos 主图这个功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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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的是什么呢 反复的就是这个Photos root 反复的就是这个根部局 是吧 反复的就是它 然后呢 我们从这里面应该获取到哪呢 获取到两个组件 由于这个内容是直接实力化的 可以常用什么呢 VioYouTube 来注入一下 是吧 就是VioInject VioInject VioInject 点 诶 注入那个是哪个 Vio VioYouTube VioYouTube 是吧 点Inject 点Inject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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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的时候呢 就是PhotosRoot PhotosRoot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获取到两个组件 PrivateListView 好 LV Photos 然后呢 再来一个 PrivateGridView 然后呢 GV 然后呢 Photos Photos 好 倒包 然后呢 给它设置 组件 好 VioInject 按了点ID点 这个 LV NUDELSYNC Photos 啊 这个也来一个 VioInject 然后呢 按了点ID点DV 嗯 怎么没名字呢 走向 这个名字没改是吧 DV 好 好 这是这两个组件 这两个组件 好 这两个组件有了什么 这是啊 界面就没有问题了 那下个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覆盖一个方法 啊 就是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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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和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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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在Photos 化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什么呢 啊 如果想做缓权的话 第一个首先从本地取数据 是不是啊 从本地取数据 就是取缓权数据 好 这个就是本地的缓权数据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什么呢 网络取数据 网络取数据 这是咱们初始化数据的时候 那咱们首先先写一个 因为现在本地还没有数据 首先咱们先从网络取一下 就是get data from net 从网络取数据 从网络取数据 可能一让它去创业这个方法 经常从网络取数据 我们总在有个URL 这是主图 它是一个独立的功能 首先呢 我看一下主图的URL是哪一个 Http 然后呢 Localhost 智慧 已经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photo人 忘记了 看这个目录结构 图目看的 网络APP 如何 智慧背景 一个photo人 然后一个photo人-1 起个名字 用过来 复制一下 好 photo人 然后这个目录 photo人-1 接审 好 改个编码 然后呢 全选 用达 看接审 打开一下 全选 粘贴 个式化 好 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啊 好 这是主图的功能 主图的功能里面 这里面有什么呢 这么多个图 北京的绚立之夜 从这里一看就知道了吧 北京什么 第一个就是北京的绚立之夜 第二个应该是带你世界各地厨房 厨房是吧 什么厨房看一下 是这种破厨房啊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就找到了 是吧 好 那现在我需要把这个URL也给大家封装一下 把这个URL复制一下 在两个厂量里封装一下就行 找到我们那个MyKentens 然后再给大家加一个URL 好 封装 然后呢 就是photo photo的URL photo的URL 好 粘贴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IP地址改一下 IP地址改一下 好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如果 如果你访问新闻扣 现在只是 只是做新闻扣 其实很多个都有什么 IP地址 那如果说IP地址变的话 你在这里要改很多次 是不是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也应该注一下封装 应该注一下封装 像这种情况下 像这个代码是不是一样的 把它换成什么呢 夹上去就行 把它换成什么呢 是不是 sivoURL 是不是 是不是sivoURL 把这个弄掉就行了 因为它的前队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 就是把这个部分给它换掉 换成什么呢 换成了sivoURL 错了 这个不应该加双一号 是不是 这个不应该加双一号 好 这个也加一下 这有顺序啊 这有顺序之分 因为属性它是有顺序的 属性它是有顺序的 这里加一下 好 然后呢 把它移到时候呢 你能往前移一下就行了 好 因为属性它是有顺序之分的 好 这是这样的事 以后你改一次 改一次就行了 是吧 后面都是动态的 好 这时候FotoURL的台就有了 那有了URL 我从网络取出率 咱们还有什么呢 http youtube 来封装下说 好 ajttp ajttp youtube ajttp youtube new一个 ajttp youtube 然后呢 ajttp youtube 点 圣的 发送下 然后请求方式 gad请求 每取类型里面 怎么gad 然后这个URL 就从长辆里面去取了 就是 malkentence 点主图的功能 这个photoURL 然后这里就是个 回调结果 另外一个 request callback request callback 然后这个范形呢 就是自不串 才获取到的 这种坚深数据 然后呢 可能一实现成交方法 好 这个是请求数据成功 请求数据成功 好 这个是请求数据 十万 数据 十万 十万 好 那现在请求成功的话 我们首先要获取的 这个新移植 就是 swing json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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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获取的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缓存是吧 缓存 缓存的话就用咱们那个U9U2字了 SP 或者点sack sack 上压文 然后这里就是用URL就行了 好 好 用URL 这里的V6字就是 json data json data 好 做一个换存 然后下一个就是 我们的解析 件性数据 解析 件性 数据 解析 件性数据 好 咱们第一个方法 就是 pass pass json 解析 foto 主图的 件性数据 pass 件性 这个 然后呢 需要传递一个件性 对的 好 反馈子呢 咱们等一下来写 先可能创建这个方法 好 创建到咱们这个 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方法 还要缓分里面 还要去调用 好 定到外面来 好 这个方法用来什么呢 解析件性数据的 解析 件性 件性 数据 好 这个就是 图片 主图的 件性数据 件性 数据 好 那现在我们解析 解析的时候 看这个分析一下 看这个分析一下 好 它总共呢 也是有两个属性 来组成了 那这时候也是一个 体力活 造的 写下就行了 好 又一个 class 好 这个叫做 叫做 photo photo 这个主图的数据 是哪 好 photo 是对的 主图的数据就行了 好 主图的数据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属性 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这个 sat code 复制一下 件名 好 public int 这个字 然后呢 第二个属性 就是date 这个date呢 没有中号 是不是也是个 普通的属性啊 是吧 也是普通的属性 但这个类型是什么呢 咱们要自己写个类 是吧 自己写个类 然后呢 在这里面 首先建一个类啊 就是public class 叫做photo 人 photo 人 date -date 是吧 get -get date 当然 写个字 好 public 复制 好 这里就找我们 数据部分了 数据部分 好 这个数据部分呢 它又有四部分 组成的 所以这两个是 一个r r hubric cfing ur 第二个 这个mo 也是ur hubric cfing ur 好 下一个就是 做图 就是title 好 hubric 这个sfing 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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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后面是两个数据了 一个是news 一个topic topic 是空的 是吧 好 这个数据 咱都不用了 直接看news 这个news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的数据 一样不一样 格式是不是一样的 好 那拷贝一个就可以了 啊 这里 我直接全选 好 复制 看到谁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先给它 增贴一下 比如说 咱们在这里面 要给它 加一个什么呢 public list 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呢 news 是不是 叫做news 新闻 news 然后它是什么类型的呢 先倒下包 就是public class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news 好 这个叫做news 叫做photo news photo photo news 好 这是主图的新闻 主图新闻 叫做主图新闻 应该不能加s 这是某一个新闻 是吧 某一个新闻 这里叫做photo news 没有s 只是new不是新闻 是吧 好 这是这个 然后这里面把这个高能栏 复制的给它弄过来 先格式画像 怎么格式画像这样子呢 kontent kontent 复制一下 怎么没看到这个字 直接放到了 我也不可思考了 好 在这里面直接给它写了 好 这个是你看它的为图 就是public 保雷类型的 好 public 保雷类型 把这个给它剪掉 好 这个是你看就是 自无创类型的 public 实际 好 这个也是public 实际 好 public 实际多一下 为了简单起来 我都给它拿一个public 实际 ID就不是了 是吧 那个 int 这里拿个注释 这个就是做不错了 public 实际 那个 分号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 UR 分号 这个 这里是个 Date 也是一个 UR 也是一个 字幕判 这个也是个 UR 这个是个 Title 这里是一个 Tip 这里也是一个 UR Photos 没错 就这么说 好 那现在这个 搞完之后呢 咱就可以来 给它 完成一次 解析了 好 这个解析的时候 咱用什么呢 基神 好 基神 让它 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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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from 基神 首先是 基神的数据 这里是个 类型 基神 Data 这里就是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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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是吧 Photos Data Domiboli 点 class 可能 一 是 Photos 这就是主图的数据 主图的所有数据 主图的所有数据 那这时候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数据呢 返回一下 数据返回一下 然后 所以特尼Photos Data 所以特尼Photos Data 好 这是主图的数据 好 可能一 它拿个 结果面量 这个Photos Data Photos Data 好 这是解析过了 然后下面的时候呢 下面就是处理数据 处理数据 好 Persess Persess Photos Data 好 处理主图的数据 然后呢 需要把主图的数据 传递给它 好 处理主图的数据 好 可能一 创业这个方法 好 这是主图的数据 数据 数据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处理数据的时候 首先要取到数据 我们是用历史的或者Gradio来显示新移植 那历史的Gradio想显示 也是要靠什么 是不是要靠适配器的 首先去创建什么呢 创建这个适配器 它俩适配器可以公共一个 现在他们只有一个适配器 贝斯 待会 贝斯 待会 看了 多个组件都可以共享同一个容器啊 好 导包 这个可能一 复写的方法 然后呢 我需要把适配器给它 适配器给它 在什么情况要给它 他们英语的定的方法 应该只是一致 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里面先给它创建什么呢 创建适配器 创建适配器 好 就是MyAdapt 创建一下 MyAdapt适配器 另外一个MyAdapt适配器 然后同时把它移到什么呢 成员变量 因为我们一头像有数据 要给它获取更新了 移到成员变量 好 然后 然后把这两个适配器的数据给谁呢 给一个给ListView 一个是给Gradio 点SatAdapt Adapt Adapt EV 点SatAdapt Adapt 然后呢 Adapt 好 把两个适配器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在下面就是 获取网络数据 然后这里就是本地数据 本地数据 等一下再想 好 获取网络数据的时候 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处理 好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 怎么处理呢 就是在这个Foot的方法里面 首先我要获取到一个容器 就是Footodip Footodip Footodip 有一个date 然后呢 有个点什么呢 叫做news 是不是啊 这个news就是新闻的数据了 是photonews 然后呢 我给大家一个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然后呢 这就是什么呢 news 这个photonews 其个名字啊 就是photo photonews Footodip 主图的新闻数据 好 那现在呢 我把那个移到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啊 这是过去主图的出去 过去主图的所有数据 好 有了这个数据 我就和写思亏起了 和写思亏起了 然后点什么呢 啊 send方法 是吧 点设计方法 这两个方法暂时没用 好 等下我要去开发这个方法 好 等一下 自定义weo来显示了 自定义weo 显示 然后先放到这里了 最后写它 先把这个结构先写好 好 有了主图数据之后呢 我就可以干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通知了 我发一个通知 两个界面 是不是都可以得到通知了 是不是 noted 是不是通知 当我有数据的话 我通知界面 更新数据 好 目前界面只显示一个 只不过这两个界面呢 都有 是不是 就看用户显示哪个界面 而已了 因为有个切换按钮 好 两个界面呢 共享同一个伺服器 呃 那刚开始为了防止有问题 我们在这里面 应该给它来个什么呢 你有一个release的 给它来个默认者 release 防止它发生控制 它站着为了 它就不取数据了 好 这是代码结构就搞好了 那现在咱们再来看一下 本地数据的获取 首先要判断 本地有没有做数据的缓存 好 sd tools 就是点gap的string 然后呢 这是activity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值 然后呢 默认指纹 默认指纹 首先要获取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用什么呢 我单独写一下吧 简介一下 可能一 能够成员变量 好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photo日的URL 错了 这个photo日的Data photo日的Data 然后呢 这个photo日这个Data呢 这里面首先判断一下 看有没有法律数据 就是textyoutube.easimpt 就是photo日的Data 如果说不为空 那就是哪个改变号 就是有数据 有数据 那有数据的话就是什么呢 有数据的话就是解析数据和处理数据 实际上就这两个了 考一过来 有数据的话就是解析数据 这个应该叫做photo日监生Data 这里面是保存的 那是监生数据 监生数据 所以说我对这个监生数据来做个处理 好 这是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呢 再来获取网络数据 好 那现在这个结构就录好了 最后把这个显示出来 咱就可以做测试了 好 这个主图数据 它是怎么显示的呢 我来看一下 它其实显示的时候 就是一个图片 一个文字 是不是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咱们快速把这个机密做一下 好 右键 好 建一个机密 好 layout 然后这个叫做photo photo list 的atom 是吧 或者选项 好 这个选项呢 让它layout 也行 好 在那上面是一个什么呢 Imagive 是吧 Imagive 没有 然后宽度呢 前冲浮窗起 前冲浮窗起 然后高度呢 包括内容 高度包括内容 然后呢 有的图片可能比较窄一些啊 所以咱们来个什么呢 来个默认的图片 默认的图片 默认的图片 默认的图片呢 也要拷贝一下 就是这个 pacatomlist 是吧 pacatomlist pacatomlist 先我拷贝一下 pacatomlist 诶 拷贝过了 应该有两个 这两个 咱们应该有哪一个 这个吧 用这个吧 就是homescorderdeporter 就是像素不一样 也有了 那就随便用一个吧 做 这个是 有这个吧 home这个 home这个是 scorderdeport 可以预览一下 就这么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太大了 太填充了 你们来个什么呢 market 左右都来个5个dp 上下左右都来5个dp 好 就是这种效果的 是吧 然后下面来个什么呢 文字的描述 好 textview textview 然后呢 这个宽度呢 填充无创提 高度呢 包括内容 web 更看看 然后呢 咱们没起ID 这个是 然后呢 这个是 imagine view 然后呢 就是主图里的 就是photo 是 photo 是list里的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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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个深刻水平集中 水平集中 就这里出来了 怎么显示的这么难看 然后TextSide的条项 TextSide来个18个SP 我看原来的 人家长得了这么帅 还有个背景是吧 那个背景图片呢 是不是也用 背景图片应该哪个 是不是就这个 是不是 好PSA list 好一下 PSA list PSA list 应该给谁加 是不是给Lunaleat来加 Background 然后呢 这个来个 Zo PSA List Athom BG 是吧 再来看一下 怎么没效果呢 有这个边框系列啊 高度是包裹内容是吧 高度是包裹内容 是不是就有了 是吧 因为咱舔个扶框体了嘛 嗯 它笑不笑 文字应该是靠 它的文字是靠左的是吧 咱也靠左 Gravity 然后拿左对写 Left 左对写 是吧 左对写 然后拿个 Mark and Left Mark and Left 拿个五个DFC 五个DFC 是啊 好 这样就对齐了 好 就这样了 等下再调 但是它里面感觉 这个 你看 我选择的话 离变换是否还有一些距离啊 那这个变换应该怎么调 应该是设置它的Mark and Left 是不是 设置它的Mark and Left 然后拿个Mark and Left 都拿个五个DFC 五个DFC 没效果 没效果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根部局呢 设置这个没用 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再给它封装一层 你再给它包裹一层 这样的量 好 你再包裹一层的话 这里就可以去设置了 像先格式画下 好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就不要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这个也不要了 好 这个呢 是五个DFC 这个背景是要 我们将来到这里面来的是吧 好 看相对 是不是就有了 变化是不是就有出来了 等它长得是不是跟它有点像了 是吧 好 呃 啊 这个就算完工了 那现在我开始开发这个界面啊 首先呢 我获取一下 这个也是两个以上的署名 都应该用缓存是吧 Provive的Class 我用holder是吧 好 我用holder 然后呢 这个是ImageView 好 如果你用缓存 缓存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啊 等一下咱们会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一下 这个就是PSC 啊 这个是TestView TestView 然后呢 TV呢 就是DESC 描述信息 然后呢 这个代码框架是统一的 好 或者这个代码框架是统一的 咱们拿个NOT 首先第一步呢 判断是否有缓存 是吧 判断是否存在 存在 没有缓存 存在 没有缓存 啊 那个EF判断 然后呢 KNV 如果是等于呢 就是没有缓存是吧 就是 没有界面 缓存 没有界面 缓存 然后呢 NOT 就是有界没有 缓存 好 那这两部应该怎么记写呢 如果是没有 咱们让它 没有点 Inflat 等一下 没有 activity R点 Layout 点 这个叫做主图的 List Atom 然后这里来个纳值 然后呢 不让我枪转 好 这个也是VIO 是不是 好 或者是这个VIO之后呢 我需要这个HOD 也创建一下 HOD 就是保存员这个VIO 又一个VIOHOD 又一个VIOHOD 然后呢 KNVIO 给它设置一个标记 set tag set tag 然后呢 叫做HOD 是吧 然后中间的话 是给它设置这几个组件 然后 HOD 点 ImageVIO 等于 KNVIO 点FindVIO ByID R点ID 点这个IV List 这个是吧 Photos Atom List PAC 可能一 那个抢转 好 第二个组件 就是HOD 点 HOD 点TV 描述信息 就等于KNVIO 点FindVIO ByID R点ID 点这个叫做TV List Atom 描述信息 然后呢 可能一 那个抢转 好 这个就搞定了 那如果有缓转界面 我这个HOD 就应该等于KNVIO 点GAT Tab 是不是 可能一 那个抢转 好 到下面就是什么呢 其实反过的就是谁了 是不是KNVIO 都没有 对不对 好 如果没有就是显示它 如果有是不是就是它 的话 对吧 因为咱这个组件里面 就这一种类型了 如果多种类型的话 您这里面还要做缓转 还做缓转 好 下面就是什么呢 负责 负责的话 首先是取数据 取当前数据 取当前数据 当前数据应该就是什么呢 从这个容器里面取 是不是 从容器里面取 就是photo renewed photo renewed 点GAT方法 然后呢 Playing 传递一下 可能一 那个抢转 嗯 这个应该叫做photo renewed 好 photo renewed 好 这是一个获取当前的新闻 啊 获取当前的新闻数据 这个是 什么错误啊 photo renewed 这个是咱们的容器啊 这个是咱们的容器啊 容器取数据 点GAT方法 不是它吗 名字是不是又重复了啊 我这个photo new 看上面的信箱 photo new 是我这个容器啊 实力变量就这么几个 photo new 因为一个atlist 传递的photo new 然后我在给它复制的时候 比如sense data的时候 解析数据 就是photo的new 已经给它了 这里photo new 已经可以用了 到这里面 我们没有 这种变量没有改一下是吧 好点GAT方法是吧 好 GAT这一群 好 这个就没问题了 然后这种新组图的数据 然后呢 我开始给它复制 复制 首先设置 设置名字 设置名字 就是hudr hudr.tv description sat text sat text 就是photo new 怎么越看越别扭 pn吧 这个简称 pn pn点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 toto是吧 应该是标题 设置一下 下面是设置图线 设置图线 好 设置图线的话 咱们先采用一下 一种方式来做一下 就是用咱们之前讲过的 bitman和youtube的数据 让它一步去加点这个数据 好 bitman和youtube的 我需要在这里面去创建一下 在构造环数里面 怎么创建 bitman和youtube的 bitman和youtube的 好 bitman和youtube的 另外一个bitman和youtube的 好 上下文一传 然后给它设置一下这个参数的配置 一个字节就可以了 一个字节就可以了 科尼费格 科尼费格 这个图片的科尼费格 这个 然后呢 从科尼费格里面取下 这是个媒体类型 它能用一个单字节的就搞定了 然后呢 把它移到成员变量 移到成员变量 然后呢 我通过它呢 先给大家来做一个 直接从网络上的一个插件去获取网络的数据 就是Display 是吧 Display 然后呢 你把那个显示的数据呢 放到这里了 就是hold点 imagineview pnc 这里就是什么呢 url url呢 就是pn点什么呢 看健身数据 健身数据 哪一个表示它的图片的url list image 是不是这个 我复制下 右键 复制一下 no特配的 双叹 好 现在我用这个地址拿去访问一下 这个IP地址要改成什么 local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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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 看主图里面有没有这个图片 然后第一个就是它 你看这个 是不是它 坏图图有个bug是吧 等一下咱们做完之后滑下我们自己了 因为它这个坏图有问题了 等一下咱们再来做一下这个坏图 这下 不 那现在 based图 那个是哪个 不是这个是吧 那个是哪个 哪一个是哪一个 这个还是这个 下面这个 试一下 这个咱们现在第一个 应该就是这个吧 从这个地址上 这里有个改 给它改成这个了 这个服务器是为了测试数据的 也说这个服务器不需要我们开发 所以在咱们丢这个淨参数据的时候 把他们所用的数据 是不是自动改好了 也看这个信息肯定历史的隐瞒 应该就是它了 List Imagine List Imagine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好 右键运行一下 这个按钮还没写啊 等一下写一下 啊 主通 啊 都是杠了 对 咱们都改变杠了 然后那个EW里面 初始化数据的时候呢 默认形要给它来一个 设置完数据之后 我先让什么呢 我要设 因为等一下我要做这两个的切换 所以说我要订个 玻璃形的变量 PrivateBullet Bullet 一日秀 List 是吧 是否显示List 默认情况下 应该是显示 先显示List 是不是啊 好 这个是是否显示List ListView 好 现在我们用这个变量呢 那这个测试 好 如果是一日秀 ListView 然后呢 咱们就让LV 点SetVariability 好 View.View Variable 然后呢 去到下面 简直一下 狮子网 示范机之后 它俩都可以显示了 只不过界面上 一个显示 一个隐藏 好 GV 点SetVariability 然后呢 就是View.InVariable 这个不能是因为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杠 因为不让它 在用这个位置 是不是 不让它 在用这个位置 好 咱们这个兔子 有没有给啊 没给是吧 没给了 没兔 好 现在再来测试一下 新闻中心 组图 是不是就有了 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 华杜的时候 背景有一个 缓存的颜色 应该把缓存色 给它清理掉 清理缓存色 这个也比较容易 打开人的布局 给它来个什么呢 看下Color 是不是 看下Color 可以得来个 透明色 是吧 安卓 直接来自己写吧 00000 是吧 透明色 那这个要不要 Gradio 是不是也要一下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好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中心组图 什么 总感觉有点 别扭了 图片是不是小一些啊 图片拉伸一下 是吧 那应该改这个选项里的布局了 是吧 应该是改这个 Gunhng VU里的 应该改 四块系里的 这个选项了 然后这个 Skyl Type 是吧 Skyl Type 然后用哪个呢 用XY就是 皮力 然后它图片 填充是吧 如果是Scent的话 它只按Scent进行获取 是吧 把它们再填充吧 好 新闻中心 总共 是不是有点像啊 好 这种看起来效果就稍微不错了 好 肢体颜色 等下再改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呢 大家看起来确实这么顺利 原因就是什么呢 我们本地的客户呢 本地的服务器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数据 数据一下就取出来了 数据一下就取出来了 这是这么一个操作 那其实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还应该有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当图片 很多的情况下 你应该注意 它崩掉的现象 当图片很多的话 这个缓轮不足的话 是不是就崩掉了 因为图片是不是很占用缓软 所以说下轮后我们要给它做一个缓存的处理